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鼠出手却是挺重的 不知火直接门牙都被打掉了 眼睛也几乎睁不开 不知火在路上碰到了被绑着的多罗罗 巨沙二郎丸不由分说的就张开血盆大口冲了上去 准备将多罗罗咬死 此时的二郎丸全身变白 牙齿发红 眼白全变成了黑色 与鬼神无异 不仅如此 似乎二郎丸拥有了在陆地上自由活动的能力 可以说战斗力大大加强了 千军一发之际 残腿少年白鬼丸敢来营救自己的 虽然新景预告中 没有看到白鬼丸和二郎丸的战斗场景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失去了左队的白鬼丸实力锐减 虽然和二郎丸有一番苦战 经过激烈的战斗 白鬼丸还是成功的拿下了二郎丸 击败对手之后 白鬼丸还不忘用手捏下多罗罗可爱的领夹 多罗罗这个表情可以说非常可爱了 美好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 白鬼丸和多罗罗还未享受到重逢的喜悦 多罗罗就已经带兵追杀了过来 而多罗罗的左膀右臂 开始对白鬼丸展开攻击 值得一提的是 从转身即逝的战斗画面中 我们能捕捉到白鬼丸的身影 他的左腿已经恢复原样 看来二郎丸并不是真的原地成精 而是一位鬼神占住了二郎丸的身体 从而击败了二郎丸的白鬼丸 才能再次夺回一部分身体 当然 白鬼丸身边也不是空无一人 地数依旧在场 为了活下去 地数和多罗罗自然会帮助白鬼丸解围 从短暂的剧情上来看 应该是大部分的士兵都被缠住 仅剩多宝丸依旧在与白鬼丸战斗 多宝丸的眼中没有了一丝怜悯 充满了坚韧 似乎这次决心要将白鬼丸斩杀 另一方面 白鬼丸的眼神似乎有了一些变化 充满了困惑 似乎开始不想杀掉这个弟弟 兄弟相争 一位为了苍生 一位为了自己 两者都没有错 不知谁才能笑到最后呢 小哲带你上高速